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嫌疑人被拘留 美国警方表示 凶嫌作案动机暂时不清楚 断言案件与种族歧视仇恨有关还为时过早 据悉 枪支案件发生在当地时间3月16日傍晚5点左右 警察首先接到报警 得知在一家名为杨氏亚洲按摩店里发生了枪击案 两名亚裔女性 一名白人女性和白人男性死亡 另外一名拉丁裔男性受伤 该案件发生后不到一小时 警方再度得到报警 称亚特兰大的一家名为金色美容院的地方发生了抢劫案 警察赶到时 美容院内外又发现4具女性尸体 警察根据壁露电视录像资料 不久后逮捕了一个名叫罗伯特朗的21岁男子 警方称 该男子可能患有性影 韩国政府方面已经确认 枪击案件中涉及到的受害者中4人是韩裔 但是美国警方仍未公布遇害者身份 警方调查仍在进行中 目前案犯的作案动机暂时不明 不过 已经有人担忧 这次连环凶案有可能是针对亚裔族群的 美国此前已经有权威调查报告显示 在新冠疫情期间 针对亚裔的暴力犯罪激增 加州大学圣伯纳迪诺分院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 2019年至2020年年度 美国筹亚暴力犯罪案件数量同比激增150% 研究认为 筹亚犯罪激增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部分政界和媒体不断宣扬亚洲人传播病毒 与此同时 许多进行大规模枪击的嫌疑犯都有针对妇女的暴力历史 佐治亚州官员表示 现在断定该枪击案件是否是仇恨犯罪为时过早 亚特兰大市长伯特姆斯说 作案动机还不清楚 但是针对一个社区的犯罪 也就是针对我们所有人的犯罪 纽约市市长比尔白斯豪称 枪击案件是国内的恐怖主义 他表示 看到采取如此暴力的形式实在令人痛苦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了解亚裔美国人现在所经历的痛苦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也发表谴责了最近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激增的情况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对此发表讲话说 这次连环枪击案是悲惨的 他代表国家为受害者的丧生表示哀悼 他说 尽管我们目前尚不清楚犯罪的动机 但是我想对我们的亚裔美国人社区说 我们与您站在一起 我们知道 针对我们亚裔美国人兄弟姐妹的仇恨犯罪日益增加 我们要声援他们 我们任何人在面对任何形式的仇恨时 都不应该保持沉默 近日 由于多人在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 不久出现血栓 其中有一人死亡 一些国家决定暂时终止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周三 世界卫生组织疫苗高级专家表示 即使卫生当局查明了血栓与阿斯利康疫苗之间的关系 人们也应该感到放心 因为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世卫组织免疫与疫苗部门负责人凯特·奥布莱恩博士说 联合国卫生署和欧洲药品管理局 正在尝试调查血栓与阿斯利康注射业之间存在联系的可能性 血栓在人群中经常发生 他表示 一般说来 疫苗接种的建议是动态的 并且会在几天 几个月和几年内不断反复的审查 欧洲药品管理局和世卫组织目前进行的收益风险评估结果 世卫各国继续向人们提供阿斯利康疫苗 预计 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药品管理局将在最近两天提出最新的建议 会上还详细介绍了世卫组织疫苗专家小组 如何建议使用强生公司的单剂量新冠病毒疫苗 该疫苗已获得联合国机构的紧急使用授权 关于强生疫苗 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主席科拉维托博士表示 以证实这种疫苗具有必要的功效 值得推荐给成年人 专家小组的技术顾问史密斯博士指出 有关强生疫苗的研究涉及约4万4千人 在安慰剂组中有10例血液凝结 接种疫苗者中有14例 随着近几周因疫情死亡和住院人数的减少 民众似乎逐渐松懈 除旅行人数达到新高外 海滩上更可见到未佩戴口罩的游客聚集 专家担忧 美国民众太早松懈会引发另一场疫情 同时更危险的变种病毒 也可能会再度重创美国防疫成果 CDC主任瓦伦斯基表示 看到有民众开始享受春假 没佩戴口罩尽情玩乐 但现在每天仍有大约5万个确诊案例 根本不能松懈 安全措施至关重要 如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 如今正在肆虐 即便美国每天有超过200万人接种疫苗 但每天约有5.5万人感染变种病毒的案例 由于它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预计将于本月底或4月初 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变种病毒 倘若太早解禁 确诊病例将会增加 现在许多欧洲国家就纷纷面临疫情反弹 美国应有前车之鉴 根据上周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感染变种病毒后的死亡率 比新冠病毒高出大约64% 圣盖博士与小生基督健康中心 在圣盖博士剧院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合作推动设立圣盖博谷疫苗接种中心的情况 洛杉矶郡长凯瑟琳·巴格出席活动 巴格至此表示 洛杉矶线进入了加州控制疫情系统的红色阶层 对商业的重开进一步放宽 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特别是确保COVID-19疫苗的接种 对于应对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 是至关重要的 他高度评价小生健康中心与地方政府联合 提供疫苗接种 帮助社区居民保护自己的健康安全 回到正常的生活 小生基督健康中心CEO吴周秀兰 小生社区服务中心主任李伟强牧师介绍 HCHC已经联合地方城市、学区、社团和洛权公共卫生局 管理9000剂疫苗接种 接种对象包括年长者、学区教职员工 以及工作在第一线的工人 从3月份开始 HCHC的疫苗接种服务 扩展到符合资格的群体 包括杂货店、餐馆和其他食品服务部门的员工 在过去的三周中 美国普通等级汽油的平均价格 每加轮上涨了25美分 至每加轮2.89美元 行业分析师表示 价格上涨是由于原油成本上涨 停电及可再生燃料的信用价格飙升所致 自去年11月20日以来 汽油价格上涨了72美分 全美最高的平均价格在旧金山湾区为每加轮3.86美元 最低的价格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的2.48 同期柴油平均价格上涨了24美分至3.09美元 McDonald's Filial Fish周五特价回归 让我们满心期待周五的到来 Filial Fish外催内软香浓扑鼻 活动期间只要2块钱一份 限时优惠 价格与餐饮店家可能有所不同 追逐梦想城市同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请登陆 ICTnews.com 我是小洛 关注城市卫视 每天与您相伴